今天开始讲 讲到《能严经》的六如 六如的话 第三卷开始 福慈阿难 云和六如 本如来藏 妙证如行 他这里阿难尊者问 怎么称呼 或者怎么能了知这个六如 六如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六根 言而彼色是 这六如本来如来藏的妙证如行 如来藏真正的本来面目 或者如来藏真正的真心 依靠六如来怎么了知呢 或者我们的六如 实际上是如来藏的真如本性 这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这样提出来一个问题 佛陀下面的六如 每一个先举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进行分析 分析的时候先分析 然后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 所以今天的课 应该今天和明天都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很难的 只要把他的方法懂了以后 基本上是一种推理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不懂的话 确实《能言经》有时候也是稍微难一点 但学过中观的人 学过英明的人 学过俱舍论的这样的人来讲 我觉得《能言经》应该不难 如果什么都没有学过 光是有些人以前对《五部大论》什么都不懂 想讲《能言经》 或者学《能言经》 确实恐怕有点点困难 因为他这里非常有四边性 这个四边性如果你推不来 好多问题可能反而让你产生怀疑 或者产生不激 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么下面佛陀告诉阿难 这个他讲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有一个人目不转睛地看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登法老乡 他会因为看到很长时间以后 最后眼睛就疲劳了 疲劳以后出现一种疲劳的象 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觉 我们有时候看前面的柱子 瓶子 一直这样看 一直这样看 最后因为眼睛累了 好像前面有时候像毛发一样 有时候前面就出现一种乱象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道士兽吧 因为你眼睛累了以后 前面可能人像马像 或者像马法 各种各样的现象 这个是因为你的眼根出现一些问题 眼根出现问题的时候 前面的这种形象 对境也会出现一些现象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这是一种迷乱象 我们应该迷乱象 这是道士兽一样的 然后见目于脑 见目于脑的话 同时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真正看到了有一些东西 看到一些东西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老象 刚才我眼睛一直看看 最后出现迷乱的现象 后来有一个人他看到这个瓶子 一下子就发现 这是红色的瓶子 实际上这两个都并不是正确的像 刚才一个是六根有害的乱象 六根无害的乱象 尤其是我们这里讲的是眼根 那这个像同是菩提等法老象 那么这个菩提是菩提真心 菩提真如心 刚才前面讲的如来藏真如 那如来藏真如他自己本来都是清净的 但是在我们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 有一种幻觉的像 其实菩提是正确的 菩提是正确的 他的本性是 但是根据众生的业力不同的话 这个菩提当中他就能显现一些迷乱的像 藏文当中他这里同时 菩提等法老象都是说 菩提真如 菩提发心他会带来的迷乱象 本来菩提都是不可能有这种真正的迷乱象 菩提的本性当中 怎么说 他的妙用当中显现一种迷乱象 因为这里面是灯法老象 一般的灯前面有目旁 是跟眼根有关系的 后面的包括耳根也好 鼻根也好 色根也好 都用灯法老象 那灯法老象意思就是说 菩提本来都是清净的 无有自信的 但在众生面前显现各种各样迷乱的 幻觉的像就像 比如说眼睛面前看的色法 耳朵面前听到的声音 这些都是灯法老象 灯法老象好像前辈的大德们 都基本上也是这样承认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解释的话 下面就是耳根也是为什么灯法老象 鼻根面前也是为什么这样的 那么这个套路大家都应该清楚吧 刚才我要眼睛一直捏着眼 或者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看一个东西 最后出现的道士兽的迷乱象和 后来正是我看到的瓶子的正士兽的迷乱象 实际上是菩提灯法老象 没有什么差别 菩提本性当中是清净的 但是它的妙用也好 或者说它的幽无也好 它的现象也好 它的迷乱现象 都是各种各样有想的东西 有妄想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跟菩提灯法老象是相同的 这个你要明白 这个不明白的话 你一开始就已经迷乱了 然后看得越来越迷乱了 哎哟 下面就开始分析 下面刚才不是讲 见到的东西实际上是菩提现现当中的一种迷乱象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对境是明和暗 两种妄称 其实在这里主要讲的是眼睛的对境 色法 这个色法按照智者入门当中 色法有现色和心色 现色有根本的白红蓝 这些 还有质分的话 什么灵 暗 光 烟等等 那这里实际上是明和暗 应该说是在色法当中的部分 其实从梦中意义上讲 明和暗里面应该是可以包括很多色法 眼睛对境的色法都应该可以包括的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 如果你要看对境的话 那么出现会要么是暗象 暗称 或者说明称 两种 法箭具众 细持成相 这个也要大家明白 法箭具众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文灵结幻 他说是应称发箭 应根细成 意思是什么呢 他这里发箭具成的话 就是依靠外境 然后引发你的眼视 然后细持成相 细持成心的话 依靠你的眼根 细外面的层 意思就是说 这个经和根互相都起作用 眼根和外面的色法 法是引发箭的具种 还有吸取成的形象 意思就是说 前面那个是从根的角度来讲的 后面那个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下面也是每个当中都有的 那么我们要箭什么东西的话呢 一个是依靠你的外面的层来引发你的箭 还有一个是依靠你的根吸引外面的层 这两个都是因缘关系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学因明的时候 根和经 依靠经是所缘缘 然后那个厌根的话 厌根是增上缘 然后那个作义是 等无间缘 等无间缘是厌根的 厌根的前面的那个因 就是等无间缘 有这么一个因缘吧 厌根跟还有一个作义吧 但是这里面没有讲作义 因为前面讲诗 这些讲得比较多 所以在这里根和经之间的关系 互相起作用 互相这种因缘法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你看到的对境 这叫做坚信 坚信 正脉手 很多里面说这里的坚信 并不是明信坚信里面 坚深一地的道理 坚信在明言当中 你自己的厌根看到外境 这个叫做坚信 这个叫做坚信 比如说红色的瓶子 那这个瓶子是红色的本性 那你的厌根见到红色的瓶子 这叫做坚信 并不是见到了自己的信心 所以这个明白以后 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 意思就是说 依靠这样的根和经的因缘 然后见到了对境 见对境的话 其实是对境的成像 依靠根来见到的 其实我们真正的 比如说现在科学的说法 依靠烟球 还有视网膜 各种因缘具足以后 经过大脑再去看到对方 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比较复杂的 其实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我觉得很简单的 根和经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因缘有了 那就能见到对境 这叫做坚信 这个是我们名言当中 大家都知道 我看到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座座山 我看见一座座山 真正在名言当中 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是大家都是不可否认的 那此坚离毕阴岸而成 毕尽无体 虽然我们说是这样的这种坚 但是这种坚实际上是离开它的阴和岸而成 我正在看到的东西 只不过是迷乱现象当中看到而已 实际上你的这样的坚对境没有了 因为对境是它这里 基本上包括在明哈岸当中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所谓的坚道 你从来没有坚道过 毕尽无体 你这样的坚 它这里每一个地方先抛一个坚信 或者闻声 下面其实这个不能成立的 如是安安 当之世间 非民安来 非有耕处 不有空生 那下面为什么说这个坚不成立呢 佛告诉这个安安 每一次都是喊他的名字 说你要详细地观察 实际上这样的坚不是从明哈岸来的 不是从对境来的 也不是从你的根 由近出的 又不是空性当中来的 所以下面每一个根的剖析 用三个方面来破的 不是从近而来的 也不是从根而来的 也不是从两者中间的空而来的 我们有时候观察心的时候 心不在外 心不在内 也不在中间 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剖的话 其实这个道理还是很深的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熟悉的 我们平时从无知以来觉得 我已经见到了什么什么 希望我见到什么 包括你喜欢的人也好 你喜欢的环境也好 或者说包括我们明星见信也好 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阿难也是这样的 他很想有个剑的东西 但是佛陀给他讲 你可以在名言当中说是有一种剑 但是这种剑确实是 剑不在外 也不在内 也不在中间 就像学《入行论》的时候 也是观察我们真正的石的话 外面也不在 里面也不在 中间也不在 我们不说是密法和大圆满 就依靠显宗自己的观点的话 所谓的我们每天说是 我想见到你 或者我要见见什么什么的 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来观察的时候 他这个剑不在外 不在内 不在中间 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以后你们如果有些人说是 上师 我想见你 那就说明《能言经》学得一点都不好 因为剑的话 从明暗当中来的 还是从根来的 从中间来的 如果在善者当中 你说不出来 那你剑什么 剑者是谁啊 剑精是谁啊 这样你完全是一个胡说八道 所以如果有人说要剑我的话 我说你就看《能言经》去 如果城里剑的话 那我同意 除此之外不存在 那是不是这样呢 这不是我胡言乱语的 是释迦牟尼佛亲自给我们讲的 释迦牟尼佛亲自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以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为什么这种剑是不存在的 剑应该存在吧 所以所有地球上的人们都觉得是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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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存在呢 其实真的是剑呢 在明言当中来剑 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道理的话 在佛陀时代也是有很多人内剑 真正证悟的 但这种证悟也不是有实行的 除此之外我们所真正的剑当然是不成立的 前一段时间好像前几年吧 我们这边有一个堪布的父亲 他跟我比较亲的 以前我在家里的时候 经常我们家里的一个客人 爸爸妈妈也是他们晚上一直聊天的 听说这几年的话 他可能失明了就见不到 他给我去年少一个口信 说现在我见不到任何东西怎么办 连上卫生间都是靠圣术来 然后我跟他说 你已经见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都见过了 现在有什么可见的 好好地念观音行咒 前年的那个堪布跟我说 这句话对他还是有利的 他一点都是不渴望见 确实我自己也在这样想 比如说我现在见不到任何东西 或者我得不到任何东西的话 在人世间当中 该见的 该唱的也有了 所以不学老远经的话 可能所谓的见也没有什么可重要的 大家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吧 声音当中观察的时候确实见不存在 今天我们也可以抉择 所以一般密法当中 尤其是死心地的密法灌顶当中 见闻抉择 还有色声香味处都有一个表示吧 我们摸的 看的 闻的 就什么都有 有香味 有臭味 什么都有 这个都是 群年都是有些 我们在经堂里面灌顶的时候 有些就是 好难闻 哎哟 班子里沙东 班子里沙东 他因为很不好 但是又担心不能这么说 哦 班子里沙东好臭啊 班子里沙东 班子里沙东 如果把密法里面的有些信息 稍微给他滋润一下 装饰一下 更有这种感觉 本来是长得比较好看的 再稍微加一点化妆的话更好看 如果人不太好看的话 不知道化妆怎么样呢 也行吧 下面《冷严经》本来都是比较可以的 再给他讲密法观信心的有些道理很好 他说 为什么不是从经来 不是从根来 不是从空性来呢 何以故呢 下面开始进行分析 若从命来 安及遂灭 应非见安 如果你说见到的东西 从命当中来的 外境就像白天日光下一样的 命当中来的 那这是确定吗 如果你说确定的话 那安当下就已经水灭了 当下随着命的存在 它已经灭了 这样整个历史上不应该有 因非见安 见安的情况是不应该有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吧 比如说上午见安的话 晚上见安 白天见明的话 晚上有见安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如果对方说 我说的是 这个见并不是单独一个命来的 又是命来的 又是安来的 那这样对方是不能满足的 因为你要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才能确定下来 我们一个家里虚假的缘起身 声闻成也不承认 我们这里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因果 那就很复杂了 他不能承认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若从安来明即遂免 如果你说是从安来的话 那你对境的命当下也是灭亡 这样一来 应有见命 那么见的命永远都不应该有了 但事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也有命的对境 也有命的对境 所以通过这两个方式 从对境当中来见解是不合理的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的 表面上看了好像有点死动非动 但实际上里面有很深的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见的东西 那只有对境来的 对境无非是暗和明以外 要么比较暗的东西 要么明以外 也可以说是没有 这样到底是哪个难呢 你就不能确定的 没有一个是有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 如果你没办法回答的话 若从根深 如果这样的坚信是从根 我们这里主要是 严根当中产生的话 那你的坚信 根产生的话 必无明暗 那这样的话 永远不能依靠对境的命和暗 但事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单独一个根怎么会是能坚信呢 没办法的 我见到柱子的话 如果柱子的暗和明的条件下 柱子都没有的话 关于我一个眼根的话 就是见什么 什么都见不到的 第二个不承认 这个是有经根方面的观察 这样一来 如是见经本无自信 通过上面的对境和通过上面的有经 能去和索去两个方面来观察的话 那这样的见经 这个见经并不是明星见性的见经 也是我们现在一般名言的能见 这样的见本来都是无声的 所以刚才前面经和根已经观察完了 如果经和根当中没有产生 那是不是从空当中产生呢 若于空处前处成像归当见根 如果你说这个见从中间的空当中来产生 那也不行的 你前面看到的成像 前面看到的成像实际上是见因为是空当中来的 这样的话 这个成像见到的形象 刚开始从空当中来的 哪里来呢 最后回归于哪里 这样的话 最后当他回归的时候 他还是能看到眼根 见到我们的根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虚空当中来一个见 见完了以后 他起作用以后 那也回去的时候给我眼睛再看一下 或者他刚出来的时候先看一下眼睛 然后再见对境的话 那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见不是从空当中产生的 还有空当中产生的话 另外有一个过失 有空自观 何观如如 如果你说是空当中来看见 那这样的话 空他自己都可以看到舍法 那这样一来 你这个眼根 你这个眼肉 你的眼根有什么必要呢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虚空他自己都能看得到 那能看得到的话 你这个眼根就没有 比如说我们看木材的时候 用其他东西能看材的话 你手上的这个斧头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的了 你斜子的时候 不用笔另外一个斜的话 那你手上的笔也没有什么用的 本来我们的眼根是看东西的 但是人家虚空都可以看得到的 自己都能看得到的话 那你这个眼根一点作用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不合理的 事故当者 眼如虚妄 非本因缘 非自然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事故阿难尊者 你应该知道 你的眼如实际上是虚妄的 它并不是本来存在的一种因缘当中产生的 也并不是本来不存在的因缘当中产生的 它并不是自然当中产生的 也并不是非自然当中产生的 这样一来当然明眼家里有一种 依靠眼根而看见的东西是有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实有的 它一点实际上这种实有的东西都没有的 所以确实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我眼睛看见什么东西 但你这样一观察的话 你眼睛看见的时候对境来看见的 还是眼根来看见 或者是空中看见 那刚才对境明暗都不能 根也不能 中间空中更不能 这样我们在明乱现象当中 我看到什么什么 想看到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真的也是特别的一种迷茫 众生都是这样的 所说的这些语言 为什么是语言当端的原因呢 也是这样的 你真的去观察的时候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原因 我们要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或者我们听善知识的话 不是这样的 用它这样的细微的 具有逻辑性的智慧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给任何一个科学家 或者哲学家可以跟他说 我说 你说有没有看的东西 你说 当然有啊 有没有什么 我看得到你啊 那你看得到的话 你分析一下 你用眼睛看的 还是对境看的 还是中间看的 你这样一分析的时候 对方也许是亚可无疑的 如果他举出了更多的理论 都是很好的 但是可能很难吧 譬如 我们刚才言如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二根讲 譬如有人以量食物 指击塞其二根 二根牢固土中作生 见耳欲恼 同时菩提等法牢相 譬如说 有些人用两只手的手指 然后两只手的手指 你就插在耳朵里面 或者是我们耳后面的片片 片片把它盖上 然后这样压一下也可以 这样的时候直接呜呜的声音 或者是你两个指头插在耳朵的空里面 这样放一会儿 使劲这样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呜呜 这样的声音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因为这个耳根就是牢固 耳根有点疲劳 或者说它有点顺伤 大家坐一下 看这个是 可以吧 有没有 佛陀没有骗人吧 那这个呢 比如说头中作生 就发出了刚才我们讲的无我的声音 但实际上无我的声音 完全是一个道士手 因为耳朵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我为什么把这个里面塞了以后 里面有一种声音 这是很奇怪的 这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假因缘 本来我们刚才这个经堂里面 哪有无我的声音 但是个人因为这样的原因 依靠这种因缘 你的无我的声音 但无我的声音实际上是一种假士手 就是假士手 那这个跟见耳语老 还有我们真正的耳朵在外面听到的声音 也是一种老相 这两个 刚才道士手和正士手 听到的两个声音 通菩提等发老相 那么这个在菩提本性当中 本来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众生面前显现为有的虚幻的 迷乱的显现的老相 一模一样的 不管是你的假听到的声音也好 真的听到的声音也好 实际上在本性当中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种菩提的妙用也好 菩提的优味也好 或者菩提的一种虚幻相 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呢 由于东京耳中妄称 法闻居中西词称相 明听闻心 下面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耳根对境的声音 要么有动的声音 要么有静的声音 我们这个圣称实际上是 像以前智者入门 和有之受胜和无之受胜 还有有之受 无之受胜 有级别胜和无级别胜 有之受胜是一般众生的 比如说贪执这些有形式的 无之受胜 第四活风的声音 有之受 无之受胜的话 我们翘过众生和非有情两个结合起来的 有级别和无级别是能表示意义 和不能表示意义的 声音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声音 但在这里所有的声音 要么是动摇的 我们听到的 外面比较明显的声音 要么是一种静止的 静止我们一般都听不到 但实际上就像黑暗是作为对境一样的 也是它是一种耳根对境的声音 它里面不明显的 一种潜在的声音 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比较潜在的 不是很明显的那种声音 有两种称 那么毕竟这两种声音也是刚才一样的 法文具种 依靠对境的话 你的耳根也可以出现 然后依靠你的耳根 它吸声音的呈现 有了这两个因缘 也就是说对境和耳根 这两个因缘 一个是声音的对境 不管是动还是静 这个和你的耳根的对境 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听闻心 能听到的 不管是什么声音的话 悦耳 动听的声音 最后终结起来的话 要么是动听的声音 要么是难听的声音 或者中等的声音 声音都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叫做闻心 闻心 也就是听闻心 听到声音 这个观察的时候 诚闻力 比动静而成 比静无体 那也观察的话 这样的听闻 动和心而成 实际上毕竟是不可能成立的 我们听到的声音 其实密法里面是通过表示来直接讲的 在显宗当中 那也真的很深 我想我们讲完了都不知道 能不能讲完也不知道 如果讲完的话 之前可能有些人真的有 大概的开悟有的 如果开悟的话跟我说一下 我都没有开悟 你们开悟的话 我就给你们发个讲 买一点汤 但有些人没有看 开悟了 闻到汤而已 刚才闻到的这些动静的阿成的话 实际上毕竟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如是阿难 当之闻 他下面就开始分析的 非动静来 非有根畜 不予空生 嗯 也是一样的 刚才动静的这样的 我们认为传出来的声音的话 对静也没有来 根当中也是没有出 除了根和对静以外的空性当中 也没有出 怎么会听到声音呢 眼睛也看不到 声音也听不到 现在我们学了能人记以后 啥都不是了 呵呵呵呵 现在听不到了 怎么听不到呢 何以过呢 若从今来即动即水灭 因为神动 如果我们说这个声音 从静止的对境来 动摇的声音 当下就已经灭了 因为刚才的腿力一样的 因为既然是石油的话 那你的声音是 这样的一种 安静的对境当中来的话 那动摇的这些声音 全部都再也不应有了 音非温动 从此之后也不能听闻 动摇的任何一个声音 不应该有的 若从反过来说 若从动来 那么静也是静随着耳灭了 那这样一来 应无绝境 从此之后你都不应该有任何的 听到的 寂静的声音 不应该有的了 所以这是从对境方面讲 这个声音就不可能 其实我们不用动和静 一般来讲 我们听到的声音 有些当中也这样有吧 我听到的声音是从对境而来的 从耳根来的 还是在中间来的 如果从对境而来的话 那对境是柱子 瓶子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鼓声 那么这个鼓的上面 下面 里面 外面 这样观察的时候 声音也是观察不到的 然后如果说我的根来的话 那我的耳朵哪里 像《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 就是耳根石油的话 那哪里来的也找不到了 如果中间的话 除了耳根和鼓中间也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观察方式是这样的 密法当中经常有的 若从根深 必无动静 如果你说我的根当中产生的话 那外面的声音 动和静都是不应该有的 但事实也并不是 外面确实有一种因缘声的 若是问题本无自信 若是你听到的声音的本体 实际上本来确实是不存在 好像他的这个方式 前面的根和静完了以后 做一个小中间 然后再讲空当中产生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方式完全都是一样的 若以空出 那根和静当中都没有的 但中间的空当中出现的话 若以空出 又闻成心 极非虚空 如果你说在中间的虚空当中出来的话 那你听到的声音 空间已经有了闻 已经变成了声音的本性了 不是空的了 中间如果 比如说我们发出的声音 不是对境 也不是我的根 但是中间出来的话 那中间都不是空了 已经变成了声音了 那这样极非虚空 中间就不是虚空了 有这个过失了 因为它就变成声音嘛 声音肯定不是虚空 还有这样一个过失 有空自闻 如果真的是虚空当中来的话 虚空他有这个闻的本性 那他自己也能听得到 虚空自己能听得到的话 何观如如 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的耳根一点关系都是没有的 虚空人家虚空他自己都是随随便便听到所有的声音 那你的耳根就没有任何东西 这样一来的话 没有耳根的笼子的话 它也能听到 因为它面前也是虚空应该是存在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整个世上没有一个笼子了 前面的眼根这样一观察 整个世上没有那个瞎子了 因为不需要眼根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事法 不需要耳根也可以看得到 听得到声音 这是我假的 但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解释 事故当之而虚妄 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所以应该阿南你要知道 其实你认为耳根听到声音的话 这是完全是一种虚妄的 它并不是因缘和非因缘而产生的 它并不是自然和非自然而产生的 这样的话 这种声音也是不可能的 确实《能言经》的推理 我们一般这样学的时候 有时候也不是很好懂 但是世间人有时候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他们有些也是看了以后 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 说是他通过一夜读《能言经》 他可能自己以前不一定有信仰 但有些有智慧的人 他自己好像也应该可以的 所以时间很短 给大家看一个短视频 看看人家学《能言经》跟你有没有相同的 2007年4月下旬 那个日期是4月25号 声音可能大一点 那天我读《能言经》 晚上我读《能言经》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 后来我缓过神来的时候 凌晨4点 天快亮了 读了一晚上 我读完之后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书那么吸引我呢 我给同志们讲 因为我是学哲学的 那些杂七杂八的 没有逻辑 没有什么 有时候不打算接受 但是我原来对佛教的看法 我跟你们说了 我其实并不了解中国 但是那个书一下就把我带你去了 为什么 它有全世界最研究的逻辑和学术的依据 一环几环 一环把我带你去 带完之后 给同志们报报 那一晚上结束的学术训练 比我读西方哲学 那几年的博士训练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那个早在和尚说的时候 给同志们讲 康德 福云儿 黑格尔 大概都没有给我对话的部分 不乱说 如果你有西方学学 西方学学的 我这儿不跟你说过一个人的报告 哎呀 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 这个感觉给我强烈的冲击 冲击是什么呢 看孔子的话 孔子登东山小卤 我以为你登上东山了 卤国就小了 为什么你八九百米一看 卤国小了 可是你登上太山了 孔子想登太山是小天下 我可以注意说 学术的研究就像登山 如果说康德是一座两千米的山 如果同志们没有登山的经历 两千米的山 大家知道 那这有的气场叙叙 有道理吧 可是我告诉你 孔子是五千米的高山 老子是七千米的高山 佛陀是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 所以我赌入楞严经以后 当我登过八千八百多米的那个世界上最高峰的山之后 我再回过来再想两千米的山 一想就知道了 我给同志们讲 这个感觉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好像声音不是很清楚 是吧 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吧 还可以是吧 只听到是什么 那个七千米 然后两千米 还有五千米 然后喜马拉 什么 诸摩喇嘛风是吧 八千八百米 不是 他能够一天晚上看 然后看完了以后一直睡不着 一天晚上就读了 人家还是智慧不错 我们学了那么长时间 有些不要说内容 字面上都是看不懂 这样 人家一晚上就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最高的 就是孔子 老子肯德 黑格尔 这些 并不是什么 这是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下面就是阿难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 把这个讲一下就可以 这个也不难 下面就是说阿难 譬如有人 即修笔还是出笔 出七笔 出九尘老 则与笔中闻有能处 能处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的话 就是长时间当中 吸气 我们有时候监察身体的时候 吸气 呼气 我每年都是好多次 有时候晚上做梦的时候 吸气 呼气 放松 然后我们这里 从鼻子里面吸气 不要排出去 一直吸气的时候 感觉 鼻子里面 本来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好像很冷地有一种出觉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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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强烈地这样吸的时候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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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的时候 因为时间久了以后 他鼻根捞嘞 最后鼻子当中出现 闻到有一种比较寒冷的一种出觉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死的时候都会感觉得到的 实际上这个就是导食书 本来是彼此里面 平时以外没有什么冷的东西 但是你这样通过吸气的时候 好像在鼻孔当中有一块寒冷的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导食书颠倒的迷乱象 下面他真实说的一个比喻吧 前面的这几个当中都是没有的 后面不知道有没有 因出分别 通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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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乃至诸相 嘶 嘶 那么通过这样的解除分别的原因 通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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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有相 嘶和嘶 意思是这个应该是真实书 平时我们依靠这样的凑觉原因 因为鼻子里面痛的 痛的原因好像是有种虚空的感觉 因为鼻子有时候感冒 这样鼻子有点晒 晒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尸体的东西 感觉是这样的 还有 通过你的鼻根能感觉得到 这是花特别香的气味 或者这是厕所里的味道 或者是特别臭的味道 那这些实际上它这里见鼻欲牢 这些见鼻欲牢可能跟前面有点不同 这些全部道士兽好像不太合理的 因为解除以后确实臭气 响气 这些是现实当中的真实书的觉 这样的话 这些前面的寒冷的处觉和 其他我们彼此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闻到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修道的 修味 修气 那么这些实际上完全是菩提灯法老 也就是说 本来菩提真心当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的妙样当中 虚幻的像是一模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这些也不真实的 不管是你彼此通过这样的习气以后 非常迷乱的颠倒像也好 或者说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闻到的这些 或者修道的这些气息的话 实际上这些全部是真实的 它是一种菩提真心的一种幽物 或者说 它的一种迷乱的像而已 为什么这样呢 由于同色二种王称 发闻具众 习气成相 明修闻心 他这里闻的话 实际上应该在这里气息的意思 不是前面闻声音的那样的 所以因为 色和同二种王称 因为你彼此当中 如果要接受对境的话 那要么是痛 要么是晒 他这里痛和晒的话 实际上是彼根对境的乘 我们一般智者如梦和这些当中 好闻的 不好闻的 中等的 好像色身相 相的话 记得没有分很多的 凡是好的 不好的 中等的嘛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乘 那么这些王称 依靠你的根 产生对境 依靠你的对境 产生你的根 然后依靠你的根 吸收对面的乘 那这样的话 最后他修这种气 修闻心 不管是你好好修的 不好修的 或者是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这个气息 在你的鼻根能感受得到的 这个名言当中确实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 此闻你必同色而长 必经无体 那么实际上这样的这种闻也是 他这里的闻跟前面的二根的闻不同的 他这里应该修的意思 修这样的闻的本体的话 其实同色而长是本体不可能存在的 那下面也是一样的分析 不是从对境来的 也不是从根来的 也不是从空中来的 若从痛来那么色当下就没有了 这个色的闻当下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对境是痛而来的话 那从此之后色永远也没有 那这样的话 运和之子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鼻孔今天色了 他里面不痛了 其实他当时也是闻到色的 一种尸体东西的味道 就像眼睛看到黑暗说法一样 那不应该有这样的 如因色有同则无闻 如果有这个塞存在的话 那么痛再不可能有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云和法明相处等处 那如果你真的是痛不存在 刚才有这个塞的话 痛就没有嘛 痛没有的话 我们平时经常说是闻到 今天这个香 好香 这个花好香 好像戒除一个味道一样的 哇 今天好臭啊 什么东西啊 我们有时候不管到哪里去 有香气和臭气 那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塞是对境的话 那香气和臭气是从而来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息的接触 不可能有的 这个是对境方面的观察 若从根深 那就跟前面一样的 如果你说是比根而产生的话 那外面的痛和塞也好 香和臭也好 那这些再不应该有的 因为你的这种直觉 全部都是依靠根就可以了 那就不需要了 若是闻即本不自信 因为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小中解 那这样的闻 这样的修气 本来也是无有自信的 这是刚才这个经和根方面观察的 也是一样的 若从空出 诗闻自当 会修肉笔 如果这样的闻是从空中出 不是比根出的 也不是对境出的 是空中出的话 那你空中出 你应该自己闻 他这里闻气吧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说是闻气 那你闻气的话 你自己 虚空当中如果能闻气的话 他也可以闻鼻子的气味 比根到底是好闻 还是不好闻 他也可以闻闻鼻根 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空 自己有闻的能力的话 那何观如如 你这个鼻根有什么用呢 因为刚才虚空的时候 他自己都是可以闻的 这个观察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比根实际上所显现的一切闻道的东西 或者修道的东西 都是假的 并不是因缘和非因缘而产生的 也不是自然和非自然而产生的 这样一样 我们经常说是万法如虚空 包括今天见到的 听到的 还有修到的 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明天还有后面的这三个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管是 不会天天都是想好吃的东西 想好听的音语 想好看的东西等等 如果真的利根者通过这种方式来知道 原来佛陀说是无眼耳鼻舌身 原因是这样的 原来只说是无眼耳鼻舌身 怎么眼睛耳朵 鼻子没有啊 我有啊 你看我大大的鼻子 眼睛也是不大不下的 舌头也是长长的 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佛陀并不是连这一点都不存在 不是这个意思 因此在这里讲到的这么一个道理 今天《能言经》讲到这里 《能言经》